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这两个月以来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经济的含义 确实三月份四月份 整个经济数据不太好 消费也非常低迷 没办法 有的城市人生现在正在封城阶段 老百姓都读不出户 那肯定有很多消费就减少了 甚至没有了 有的城市生产生活是正常的 但是你老百姓这个旅游没有了 出外就餐也减少了 毕竟在整个病毒笼罩的状态之前 大家觉得说我减少消费 就是减少与人接触 那么当然能相对安全点 可是劣势就在于 咱们整个这个消费实在是太萎靡了 尤其是在一些大劲上 像我们以往的节目 跟大家聊的那样 过去几个月 我国汽车销量大跌 要知道我国早就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产销大国了 一年我们能卖出两三千万辆车 按这个数字发展 可能用不了几年 我国的汽车保有量 就将超越美国 但是这几个月的汽车市场 真是遭遇到了寒 我有个朋友就是在整车厂上班的 前几年汽车市场火爆的时候 人家有一年年终奖 开了二十个多月的公司 这简直是让人羡慕啊 没办法 谁让那几年汽车销售那么火爆呢 尤其是头部厂商 可是这两年他们说啊 这个年终奖就甭指望了 好歹每个月现在还是正常开支的 他们就已经非常欣慰了 要知道有很多整车厂现在都处于这个半停工状态啊 有的那个厂商已经把生产线都卖掉了 以往正常咱们一个月能卖两百多万辆车 四月份才卖了一百多万辆 销量近乎于腰斩 所以大家真是很为我们这个汽车市场担忧 那么怎么办 咱们就得刺激市场 美国经济其实受疫情打击也很严重 但是老美有印钞权啊 所以自从拜登总统上台之后 他就不断的印钞 说实话 这种饮阵止渴的方式 你不能说它没有用 老百姓手里有钱了 就愿意去消费 你也消费 我也消费 整个国家的经济就正向循环起来了 虽然美国今天遭遇到了40年未有之大通货膨胀 物价不断在飙升 但是美国经济也是正向发展的 美国消费市场也逐渐的繁荣起来 因为毕竟你这个钱投下去 刺激起来 它是有效果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案 能刺激我们的汽车市场呢 就在这两天有消息传出来 所以6月份啊 我们马上有可能开启新一轮的汽车下乡 全个有用 汽车下乡 而且这次给的优惠率度还不算小呢 主要集中的车型呢 是15万以下的车型 甭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每辆车大概能给予3000到5000的现金补贴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 这相当于啊 把这个购置税给减半了 有人可能说你这个30005000它不解坎呀 啊 这点钱有点不够多 当然大家别忘了 毕竟我们针对的车型是这个15万以下的车型 买这种车型的朋友们呢 对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 你到4S店去跟人砍 砍半天你都未必能砍下这1000块钱 现在一下子给你省个3000到5000 我觉得这个优惠率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以往我国在汽车领域啊 有过多轮的刺激消费的政策 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说众所周知的2008年 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得我国经济也遭受到了损失 所以呢 从2009年3月1日起到12月31日 我国拿出了50亿的真金白银啊 搞这个汽车下降 给予一次性的财政补贴 按照车价的10%计算 最高封顶5000 那是2009年的政策 这个补贴率度可够大吧 再加上当年我们还推出了 购置税减半 二手车增值税减免 以旧换新老旧汽车提前报废 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 使得2009年我国汽车销量 一下子就上升到了1362万辆 首次超越美国 机身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 而到了2010年 我国国内汽车销量更达到了恐怖的1804万辆 同比增长了32.5% 大家看到了吧 2009年2010年的强刺激政策之下 使得我国汽车销量从刚刚超过1000万辆 一下子跃升到接近2000万辆 替代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 是的 我国老百姓对于价格是很敏感的 我们从互联网经济的大行其道就能看出来 咱们最早为什么到网上购物啊 很多人说主要是图便宜啊 同样的商品互联网卖的比实体店便宜 那我当然买网店的了 是啊 你买这衣服省个五块 我都愿意到网店去买 买辆汽车乘5000 当然得抓住这个机会了 2015年的10月份的2016年底 我国又推出了一次购置税减半政策 这使得2016年当年啊 我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了2794万辆 接近3000万辆了 所以汽车领域的强刺激 它一定是有用的 因此我们倒是建议啊 农村地区准备买车的朋友们 您可以赶快看看车型 然后呢 现在别马上出手 等几天 看看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出来 政策一出来 咱们至少能省个三五千块钱 这当然是个好事了 别等着你买了车了 政策才出来 那你就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我们倒是也想说呀 这个购置税减半或者减免 它这个对市场的刺激作用 还真是非常大的 所以啊 当我们的整个汽车市场 低迷到这个状态了 很有可能 今年我们的汽车销量 超不过两千万辆了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下半年 把这个购置税减半 甚至减免 再拿出来呢 不是光搞这个汽车下乡 让全中国的汽车消费者 都能享受到政策的优惠 那么老百姓 当然是愿意消费的 这对于提振全国经济来讲 也一定是个好胜了 所以您觉得呢 除了购置税减免或者减半之外 您觉得刺激汽车市场消费 我们还有可能退出什么样的好办法呢 结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cces lit Re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